總統蔡英文今天出席退府會主委 馮世寬的大鵬展翅新書發表會 而在總統卸任前發表新書 也特別的具有意義 因為馮世寬是蔡總統第一位任命的國防部長 並且跟著蔡總統這一根98年 從國防部到退府會 而即將又卸任了 蔡總統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她的畢業感言 那你來聽 我曾經告訴我們大鵬部長說 你要做國防部長了 她告訴我說 可是我沒有投票給你 我說沒有關係 把工作做好就好了 然後中間有些時候 她感覺好像想休息一下 我就告訴她說 你命中注定要跟著我八年的 所以我們就在一起八年 好 那馮世寬也在書中提到 當時蔡總統徵詢她 擔任國防部長的一些過程 當時這個馮世寬還當面的跟總統說 可是我沒有投給你 是相當的真性情 不過總統當時也回覆她說 只要會做事就可以了 書中也有分享這一段 有趣的小插曲 我會想說 是